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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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很多好一点的西餐馆 它的位置排没那么密 你比较多的隐秘的空间 确实你知道 然后音乐 灯光 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应该要慢一点 温柔一点 但你其实去一些意大利餐厅 它也是西式餐厅 他们也是非常的吵闹 也是大家聊天来聊天来去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有明显的 觉得中西式差别的一段 有点小歧视的感觉 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就是说中国人吃相难看 跟着晒出很多照片 我跟你说 这我首先自己我就得检讨 但是没办法 我扒的嘴吃饭才舒服 才吞得下去吧 我有一个小视频节目 叫天天的文涛 有一回 我自己拿了个手机 后来我们在成都吃火锅 然后我们一个朋友帮我拍 你知道吗 然后他是搞电视的 就傻子不要搞个什么设计 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个麦啊 待在我这里 他拿个手机 他说啊 你先别说话 我摇一个 就是我从这 慢慢滑进来 摇进来 摇到你吃火锅 然后你再对镜头说话 对不对 结果呢 他摇了大概一二十秒 唯一传出来声音就 那个声音很响 搞得我很丢脸 因为其实我扒的嘴没那么响 但是麦在这 而且他从这个地方摇过来 我这个塞帮子 我觉得他是配乐 刚才的各位朋友 刚才是配乐 你说我这算中国人吃起来难看吗 没有看你吃什么 假如吃火锅 特别在成都 我觉得这样才好 假如你吃四川火锅 有没有 你小小口的 很安静的 一点都不好玩的 真的 就是你吃日本拉面 你没有就是大口喝汤 还有还有那种声音吗 在香港叫日本拉面 我们叫许许敏 就是许许敏 杀尿的声音 要这样吃才过来 可以叫赖尿面 赖尿下赖尿面 重点在于说 有时候 因为吃的方法 像你说 四餐厅不一定是安静的 可是有一个四餐的逻辑 通常你吃你的 你爱吃什么 你就吃你自己 我比较尴尬 是去一些比方说 高档的四餐厅 跟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用中国菜的吃法 比方说我点个羊排 来到这边 我就切一小块 文涛就要给你 然后就要给你 然后我也假设 你点了这个鱼排 你也要吃 你会分给我一口 我们中国人都是一盆分的吃 我就是这么吃 我们中国朋友 就是在一起 我就觉得 就是没必要浪费 那么大块牛排 而且有的时候 西餐 所以老外最傻 很愣 就说 干嘛只能吃牛排 不能吃鱼了 要不就吃鱼 要不就吃牛 你就为什么要 一定要这样呢 我就想又吃鱼 又吃女 怎么办呢 我就说你要一个鱼 我要一个牛 然后咱们俩 那我觉得那是 够熟的朋友的时候 你会这样 对吧 如果说你第一天 刚认识 好玩 我刚这样 相亲 你跟人家男生相亲的时候 你会说 不好意思 你牛排给我签一块 我这个鱼给你换 你肯定不会 再比较这个 这是没礼貌的 就感觉好像 就像比如说我好了 我以前呢 如果跟男生 第一次约会 或者是 就还没有交往第一约 我绝对不吃 两个东西 不吃面条 也不吃炸鸡 这很注意 对 因为就是吃面 很容易就会 喷得到都是 然后也会 比较容易有声音出来 然后我总是觉得 好像你吃饭 你一口一口可以控制 那如果比如说 你在吃面的时候 卡在一半的时候 非常的尴尬 所以吃面不行 然后吃炸鸡也不惜 因为你知道吃炸鸡 就是顺脂回味 你还在那边舔熟 就感觉不是很有 就那个 就感觉那个装 没有办法继续装下去 所以这两个就 所以说呢 如果可以安心 让我吃这两个东西 真爱 真爱来 没有手艺呢 我上轻最怕碰到 你就这种女人 就装 对装嘛 你知道这种女人 装啊 要很控制 有没有 她这样的 在这个阶段 越提防 越装的厉害 以后更不可对付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 如果你今天 跟一个女生吃饭 她就非常的大勒勒的 就你那块肉 我先吃好不好 就帮你夹走 你肯定会觉得 对对对 也是会怕怕的 我看你 我跟女人吃饭 是要欣赏她的 她不要能够搞很丑 我的胃口 所以装要 给她高难度的挑战 给她吃那个炸 夹绿豆之类的 吃还有刚说吃面 对 看她能不能应付 假如她不能应付的话 我觉得没交易 那她如果面一来 然后就说 不好意思给我一把剪刀 面剪得很乱 然后用汤匙吃 这样可以吗 江卫 你咱作为男的 也别要求女的 太难了 你又没有试过 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 吃饭的时候 中间你一口不剩 打嗝 你师父 打几嗝 太久了 我太久没跟女生吃饭 所以还不忘记 我不可能忘记 那是多几十年前的事情 也不可能忘记 那当时怎么办 没有办法 那家伙真是太尴尬了 太惨了 但是咱说女人吃相 我们县城香港有照片 就是香港一个电视台 举办一个什么活动 你看那个女星 是怎么吃的 你看 其实我的观感是 我觉得还好 只要人好看 对啊 吃什么都好看 而且我觉得 这张照片 选得有点过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瞧 我觉得还OK啊 对啊 就眼睛也吃冰淇淋 但是你想 中间那个人还敢吃啊 对 中间有个胖胖的 你好坏啊 还吃得很开心了 整晚 很饿嘛 但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你们这样 对女生太坏了 你看一下人家穿着那么的紧 然后又擦大红口红 又有妆 他不能是像平常这样慢慢吃 因为妆会脏 所以他一定是 比如说剥一块 然后就一定要直接塞进去 他才可以吃 没错 这是一个技术活来着 对对对 他不能弄得口红 对因为你可能会 这边牙肉塞东西在门口 门牙 或者是就是嘴巴 全部都油 这边就是会油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一定要就是要塞到很里面 很高难度的 对 所以他本来就不应该给他们吃啊 假如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就那个小活动 10小时 我10小时不吃 应该也饿死会倒了 你知道这个到后来啊 就是这个报道和这些议论呢 也受到一些这个媒体的这个批评 比如说有人就说了 国人吃相有那么难看吗 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就是说 说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文化 你就是中国人吃中餐 他就是要这么吃 那么一定要非得这么样的要求 再者说了 你在中国开的西餐厅 对吧 那个某某什么 就像刚才那明星吃那牌子 他还推出中国的那个鸡肉卷啊 什么的 你本身你在中国开西餐厅 你不应该搞一些什么青草西兰花吗 不是青草西兰花 他们要吃什么 蒜蓉西兰花吧 为什么你不中 就适应本地入乡随俗呢 这也是一种 我我就说 这文化是不一样 我们有一回啊 就是在巴黎 我们是一大群朋友 几十个人 说过生日 你知道吗 最后你就找不到一个圆桌 中国人过生日 对 就是团天洗地啊 你知道吗 那天也没定到 然后最后一群人呢 就打车走了好几个地方 最后说终于走到一个地方 能够容下几十个人的 还是这个中餐馆 你知道吗 我们浩浩荡荡就去了 去了一看全傻眼了 为什么 一长条带拐弯 全是两个人一个桌 两个人一个桌 说你们几十个人 我们说这是相亲呢 五分钟画一个位置 五分钟画一个位置 对 你看中国人要有一个 要这样要围拢 美国人类学家 有一个华裔的人类学家 他就两个形容嘛 一个圆桌文化 一个鸡尾酒文化 因为在西方吃司餐啊 你的确很讨厌 我们去比方说二十多个人 你几乎只能跟你旁边 桌里旁边的人交往 我们看是这样 可是错了 因为他们吃司餐 以前一定有一个钟头 或说至少半个钟头 Cocktail Party 一个鸡尾酒文化 他们交往 是在那边来交往的 在那边来的 我们往往忽略了 那个部分嘛 就觉得很讨厌 坐在那边 几人跟左右的 所以两种对比 我觉得 当然是圆桌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这个问题啊 有的时候我们 还真是重阳内外 也其实是有一种 自卑感在里面 你比方说啊 好像我去过墨西哥 我还去过意大利 我觉得他们也是吵吵嚷嚷 但是呢 我们觉得 哎 外国人 这还家伙吵嚷 那是意大利人奔放 我们就是奔放 热情 就好 就中国人吵吵嚷嚷 就好像就觉得 中国人就太土了 土边 对吧 其实 当然就是中国人 有些也要注意 不要骚扰别人 你比如最近荷兰媒体 又登出来一个 说两个中国人 就说荷兰人很少 当街打架子 听说 说两个中国人 还是一男一女 在街上牛打起来 打成一团 就为了什么 你知道吗 奶粉 为了一袋奶粉 奶粉 我们可以看看 所以荷兰媒体 就说这事 非常 你看 两个人 你再看 好 你看这女的这个表情 听说旁边拉架的 外国人 帮你拉架 好 咱们看看这个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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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美杰看得好看吗 我觉得旁边荷兰都吓傻了 你知道就前面 哇中国功夫现场演出啊 全打脚踢都来了 我问你 你是在英国读过 我在英国跟德国 读了多长时间 加起来三年 那好你三年足够这时间 他们真的当街很少打架吗 喝完酒之后是另外一回事了 没有喝酒前我觉得都还算好 就我有一次去 也打吧 也打啊 我有一次去那个 这个October Fest 叫啤酒节啊 就啤酒节中间一个一个帐篷嘛 大家都非常和乐在里面喝酒 好看的在哪里 帐篷后面 吐的一团啊 打架的一团啊 然后就是 就是一阵乱的都在后面 所以喝完酒之后 看打架的机率比较高 还有看球赛 我看过在看球赛的时候 就是英国对法国的比赛 然后这个法国人输了 直接酒杯就丢过去了 在学校里面 有男的跟女的打吗 好男的女的打比较少一点 好笑 对对对 你还在沉浸在打架的过程中吗 战斗民族嘛 另外一个战斗民族 中国大吧 对 我真的不太懂 为什么都打 对对对对 我跟一些内地的年轻朋友聊起嘛 他们说从小就是啊 比方说回家 会跟爸妈说 在学校被谁欺负 那爸妈都是说 他打你了吗 是啊 你有没有打回去 没有 然后就被骂了 然后爸妈说 为什么不打回去 怕什么 明天我带你上课 我在你旁边 不用怕 打回去 是这样的养成出来 这有什么不对吗 对 很厉害 战斗民族的 接班 这个问题我真的有遇过 我一个朋友的小孩 就是这样 就是女儿 就是一个台商的女儿 然后她就小孩送去 需要上课 她女儿就是那种很漂亮 但很容易被想到 拉头发什么之类 她女儿就是都不敢回首 可是她说其他班上的妈妈 都会教说你要打回去 然后后来她 就是她妈妈还蛮困扰 这些 她妈妈就问我 我说如果我是 如果我的话 我会叫你女儿打回去 因为我觉得如果 你不当下保护你自己 你可能会 就是你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后来也发现 好像打回去这件事情 也不大好 感觉就是 从小有教大家报 可是我又换个角度 想说如果他都不能 自我保护我自己 从学校这么小 开始保护自己 以后再上大学 大一点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还蛮难的 那我真是可以说 是劣等的典范了 没有你是当自强的 我一直认为 不是 因为我小时候 受教育不是打回去 我小时候 比如说妈妈会说 学校有人欺负你 然后去跟老师说 所以我们从小 就是撂杯 就是那个打小报告 就是老师 他拉我头发 老师他欺负我 我们就去跟老师报告 但现在感觉不是 小孩都直接开打了 你知道 因为我们家的人 其实性格软弱 小的时候 我老被别人欺负 那不敢 不敢还手 因为有这个伤痛的记忆 你像我弟弟 那个小孩 老实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我就有一次 就是跟他讲 而且你知道 可能你看 这不要学我 那就要这么说 我就是不文明的了 我就认为 我就想起了救恨心仇 我说他打你 你要打死他 我就这么跟他讲 我就图图 你就是你知道吗 打他眼睛 打他鼻子 你知道吗 你这样教了 小孩子 但是还是不敢 还是不敢 而且你要想到 孩子很懦弱 而且我恨 就是说这么老实的孩子 为什么别的孩子 你知道 我跟你说 有些孩子 不要生气 有些孩子很野蛮的 你知道 这个我不得不说 这个要很小心的说 我仅仅接触了 极个别的 极个别的一些个 内地的家长 和香港的学校的 一些老师和家长 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 我只是转述一个 他们的印象 就是可能是偏见 就他们所在的 这个幼儿园 或者这个学校 慢慢的 现在有一些个 大陆的这个孩子 到了这个香港的 这个学校 就是个别 就是表现出 个别大陆来的孩子 反正就会觉得 就野蛮一点 就是就能上手 就爱打 当然这个没有 什么普遍性 我只是听妈妈们 这么这么这么议论 我觉得语言 就是一切 我当然不是说 你就做着被别人打 重点是你们不断说打回去 比方说我们可以教他 你要自我防卫 然后还有什么 防卫不就是打回去吗 那怎么防卫啊 防卫你不要给他打到啊 不是说 所以我们要学泳村 不要卫多 就是等于他也懂嘛 这是打嘛 那你不懂 记记家伙 防卫就是攻打呀 那怎么不打 怎么跑 跑也是一种啊 不 跑 然后不要给他打到 然后还有 当然要去 告诉老师嘛 还有要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冲突嘛 不然一动不动 我听那些年轻人 都打妈说 打回去啊 打他个稀巴烂 然后打他眼睛 打他什么 我觉得用的语言 就是一切啦 他用语言来理解 人跟人的关系嘛 我不是打回去 我是防卫 但其实我觉得打回去 也很有很大的风险 我看很多 你就看那种校园 这种霸凌的一些影片 通常打人 都不会是一个人打 他都是一群人 打一个人 他们觉得弱势的人 你如果今天打回去 你可能会打得更惨 我有时候其实也觉得 这是一个很难去 去抓的一个标准 我最近去看了一个 这个蔡依林的演唱会 他这后面有一段 就是不一样又怎样 他就在讲一个是 一个同性恋 就是他比女性特征 比较明显的一个孩子 他说他每天去学校呢 学生就每天 男生就把他裤子脱了 一个男孩子 每天都也脱 每天被脱 然后跟老师说 老师也会说 没有就是 他连上厕所都不敢去 但他就每天 最后是被打死的 最后在学校里面被打死 那你就会想说 你到底 你怎么样去告诉孩子 说到底什么样 是我应该要打回去 什么样是 我是要告诉老师 怎么样做 才是最安全的保护 我觉得这太难了 对他说的很难 所以你就说 你还连中国这五字 不是叫指歌吗 指歌练武 是为了 就是终止 终止战争 不是说我要攻击你 对吧 那是 上次那个 有一个犯罪心理学家 他说一个招 我不知道管不管用 他说啊 就是说 让你的孩子练点武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 总受人欺负 在学校 你怎么办呢 总受人欺负 练点柔道 空手道 练点这个格斗 这样他一方面强健了以后啊 他自己就 自我防卫 能够自我保护 另外就是说 他要 我觉得 所以现在的心理学家 都是左右矛盾 就是你看 这李老师就是说 再一个呢 就是他要有朋友 他要有伙伴 就结伴打架 别人欺负他的时候呢 他有伙伴 可以帮忙 但是他后来一想 这也不行 慢慢的 他们就是同党 对 结伴打架 干脆加入黑社会 好了 干脆保护 对对对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还说回这个相 一说打架 大家都有点出汗 就说刚才咱们讲 就说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什么吃相 咱们说跟文化有关 包括你看 在外国人眼里的 中国人打架 我们好像就觉得 特别丢丢脸 你这个里边 有一个潜意识 中国人骨子里 还是迷外国人 你觉不觉得 一银外国人 你还别说 他现在多没有民族自尊心 从一个事 我可以给你看得出来 我要给你们看几张 这个照片 你知道吗 乌克兰最近局势动荡 经济萧条 所以大批帅哥靓女 来到了成都 做模特 他们在乌克兰一个月 可能也只能挣 一千块钱人民币 但是这帮业余 会做不会做的 到了成都之后 做这个模特 一个小时 能挣一千块钱 月入三万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 就因为 哇 你觉得这模特 他身材怎么样 嘉惠 我没看他身材 我觉得他眼神笑容 很神秘 好像哪个 他高 像刚起床 来 再看下边 这当然也有两个模特 在店里 不是 偷东西被打 偷衣服 偷衣服 被被抓住 然后偷120块钱的衣服 就偷的就是这件 还挺有品味的 你看是不是 这店里炫耀 不是 这就说 你说这个事有意思吗 我们中国人就要一个外国脸 甚至呢 就是现在又出了新闻 有一个小伙子特别帅 都是 他们你这就没办法 身高都一米八 细腰长腿 而且他们把头发染成金色 都乌克兰 然后就是说 有一个男 小伙子跟这个经纪人说 说你还要吗 我弟弟在乌克兰 全部都出口来了 超模 超模 好 行啊 弟弟也过来了 后来来了 就发现确实是小伙子帅 但就是让他一走台 一走秀啊 完全不会走路呢 恨不能走成神关 因为说去什么 原来他弟弟在乌克兰是挖煤工 挖煤的 这就是气质嘛 那没办法 地区的差异嘛 你看刚才那个model 40个月串腿 你来到中国 通常是平均24串腿 把脚折起来 对比没有办法 我记得刘佳玲啊 好久以前 他在香港 24串腿吧 刚红的时候 他好像有44 刚红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媒体访问他 说他怎么漂亮漂亮 刘佳玲是说 哎呀我 他好像在苏州来了 还是杭州 他是说 我这样算什么 在我们那边跑出来 都是我们这种样子 随便在路上看 只不过 其实他想调侃香港 是你们香港的女生 不够漂亮 所以我们来到 都觉得我们都非常漂亮 现在对比了 你看台妹都正 对不对 来到香港 台妹 是是是 有时候不幸会 台妹正 是因为港妹 可能不够正 也要正啊 我觉得他们都很正 你不要 等下又被批评 对对对 你到这儿 你就觉得他们正了 我一直都觉得他们正 那个陈慧玲多美 是吧 陈慧玲我觉得有一种 弧像 但我觉得是少见 就像你现在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很多的这个内地的模特儿啊 在在中国可能长的 你就会觉得说 也没有大眼睛 没有什么 人家去去国外 也会觉得他长得特别漂亮 我觉得有一点点 是那种物以稀为贵 所以说不定很多 现在就比如说我去 我在欧洲念说 我也是跟朵花一样 虽然我也不知道 就是哪里 但他们也会觉得说 你好特别 我觉得有时候特别 两个字会让别人觉得说 因为没看过比较少见 这个你看啊 他们就讲 就是说这个 中国的有些个公司 这还不光是模特儿 就是只要你是老外啊 他就请你来 对 参加商业会议啊 冒充本公司 我真的有遇过 我一个朋友说 他们有一个这个设计公司啊 他说他就去这个意大利 找两个小帅哥 就是也是学设计的 确实是每次开会带他去 其实化工啊 那些都他一个人做 这两个帅哥就负责做安排 哇 生意好得不得了 他说自从他来 这两个来之后 哇 生意 真的就滚滚而来 就觉得特别有用 我经有时候 给人主持点商业活动嘛 有一次就是 好 采访就说是 著名的国际时装设计师 什么 马克思韦伯什么的 来了在后台那小伙子 中国话说的还挺好 他跟我说 哥 待会我说什么呀 我说你 不是是时装设计师吗 他说我是他们亲来的 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子 你知道吗 冒充戴这个眼镜 穿个皮裤 冒充国际时装摄影师 之前好像也有嘛 就是类似 有时候就很多那种 外国来中国的留学生 然后他们说来之后 每次都被抓去 赚外快去选美 就比如说 他就有一个加拿大的女生 他说每次都被抓去 参加各式各样的选美 然后赚这个零花钱 他说他选了那么多次 就是没有人家 扮加拿大的小姐 他扮过巴西 扮过美国 我扮过各国就没扮过自己国籍的 没错 就是选美比赛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房地产商或者什么的 来了之后 一大堆反正外国女的 给你分配国籍 还要背自己资料 你知道很认真 背自己今天是哪一国 身高多高 做过什么之类的 那已经算是认真了 他给资料你 随便 你想当哪个国 就自己随便说 那上台要讲什么 讲英文 就是随便讲 他们要讲什么 你毁了 你这样好像送红兵被打 你不是说你组资料活动 那个家伙 他是冒充 谢继思 完蛋了 就是你 害我买一辆房子 可能从旁边的衣服 就是这俄罗斯哥们设计的 花一丝就开了 可能是没矿工 我还想一个 你就刚才讲 你说你在外国的时候 他们那天我们说 就说老外不知道 中国女的好看难看 其实我那天看你就说 不是 说我们老外 跟你们男的都差不多 中国女的好看难看 我们都知道 但是就是说老外 这个男的 他比较不愿意 为你的负责 你明白吗 他不像 愿意在女人身上 花钱或干嘛 他比较讲独立 他比较讲独立 找这种太美的呀 你知道吗 他伺候不起 怎么可能 难不可能 不是的 宁悟 我老外 他比较好 我何得好 我 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